晚间远东集团董事长徐旭东 跟台北市长柯文哲 两人为了耶诞点灯仪式 罕见同台 互动成为全场焦点 柯文哲开金嗓 破音实在尴尬 还好徐旭东帮忙解围 而九合一大选刚结束 面对民进党惨败和中国白纸革命 徐旭东避而不打 那你这次这个绿营大法 这个太敏感 我今天不谈了 今天大家谈快乐事情 好不好 董事长 多次直呼太敏感 没有正面回答问题 还呼吁大家 看待今年明年景气要乐观 不过这次选举结果 不少地方绿地变蓝天 会不会间接影响到两岸关系 两岸之间关系越来越好 也没有太多道理不好的关系 应该是越来越好 大家互相合作 互相努力 好像现在有些经济学家 说明年会说明年会差一点 但是今天谁也讲不出 这个是完全靠一锅力量 那么中国也有这个力量 他也可以充斥 我们都可以充斥 我们要用正面角度来做这些事情 对两岸关系看好不看坏 毕竟去年12月 远东集团才卷入绿色金主争议 被重罚20亿 如今这样的回答 看似不太意外 三连新闻王朝卫生 欢迎台北三方报道